谁为你不惜时光 等地老 等天荒 干什么 干吗 张嘴 既然有毒 那大家就一起死 可能杀一个也是杀 你干吗没干什么 三娘引章 关门 她怎么还关门啊 干吗呀 是啊 死人的眼睛是不会动的 让我看她死透了没 王大号 她诈尸了 这这这假的呀这是 这不是成型讹人钱吗 自己大哥死了 一不试探鼻息 二不把脉 三也不急着请大夫 赔钱也不行 非要抓我去报官赔命 说吧 谁让你们这么干 说 说 郭总 你再说是吧 我高兴 刚才我就是喝 你们家的饮子 就吐血了 别有我好人 那你再喝点 那你再多吐点 给他 喝 我刚才在里面加了一味蛇草花 死了死人是不知道 但是和红国瓶混在一起 就是雅药 半个时辰之内如果没有解药的话 你们这一辈子都别想再说话了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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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姐要在我手上只有一份 你们两个谁先说就给谁 不然 我就扔到便和里了 这姓高还是姓肖啊 这是她的人 是码头的八爷 但是给八爷钱的 是个女的 四十来岁 应该是个富贵人家的陪方妈妈 等等 你怎么就能确定 那个女人是富贵人家的陪方妈妈 我见过她的脚 她的脚又肥又宽 鞋子的布料不好 花色老气 一般主子家是不会穿这样的鞋 还有很大的马车可以坐 还可以致死人 所以她不是陪方 就是养娘 挺机灵的呀 会写字吗 会写 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从头到尾写下来 按上纸印 来 到这边写 官差到了吗 快写 二位啊 今天你们也都看到了 半遮面是被冤枉的 是 如果之后再有人说 造谣咱们的食物里面有毒 还勤而为老人家 多帮咱们说说话 感激不尽 可疑啊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是 是 是 我们俩刚才没看明白 你不是给他们喂了 哑腰了吗 不过是冰片 加了点水 一开始有点拉嗓子 你看看他们俩 多能说现在 这真是颠飞不软 志气百出的赵娘子啊 看你们两个年纪不大 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你们快走吧